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俩都是左边脸好看 想拍照的时候让沈樱老师拍我们的左半边脸 那最后是谁妥协了呢 那肯定是我吧 我谁都没有退让 不不我们是公平的一人一字 你们觉得自己的剧中分别是什么担当呢 是门面担当 有担当的门面担当 我好像也是的 你们觉得对方是什么担当呢 话多担当 粮食不担当这位是 是因为小田是一个小吃货吗 我是一个老吃货 不能用小吃货来形容 这个能说吧这个应该可以说话这个 是什么 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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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纪人的道握不住了 没有就是 田老师很珍惜粮食 对 绝不浪费粮食 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的原则 这是原则新闻 浪费粮食 可耻 对 他比较喜欢吃玉米 然后每次我的玉米 就会分享给他吃 是因为他每次都不吃玉米 他就不吃主顺 我是不吃吗 我是想给你吃 我就不吃 其实我也很喜欢吃玉米 田老师在我这的印象一直是 这是最漂亮最可爱的 这是我之前对他的了解 谢谢 这个让我怎么说 王徐岳老师在我这里 是个弟弟 进组之前有没有什么小期待 现在实现了吗 最想尝试的事情就是光明正大的 吃蛋糕 当然这个事情也实现了 我尝试是 骑摩托车 但是我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这是我一个遗憾 新闻是想骑车带着小田去东风吗 是我是想这样 趁竿爬 在 因为我们那天拍的时候是在晚霞拍的 我是坐在后桌上 开着摩托车带着人的话 会是比较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如果人出送给婉婉一台摩托车的话 会送什么样子的 我会送他少女的粉 小绵羊 后面前面还有个小灯 后面有个小猪包的那种很可爱的摩托车 送给卢婉婉 不是送给田医学院 是送给卢婉婉的 田老师只适合哈雷啊 对啊 他绝对不是这种 这种粉粉的东西 绝对不是我们田老师的 这我该如何做的呢 在你心中 婉婉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这个角色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婉婉是一个不完美的女孩 她不像其他那种很单一的性格 她是会有自己反面的 比如她遇到好朋友的背叛的时候 她也是想反抗 她也是想发泄愤怒的 但是总体来说她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这就是她心目的地方 你觉得你本人和婉婉的气候度怎么样 像是地方就是 突如前的夸赞 谢谢 就是契合度 70% 描写出来的还是蛮像不像的 人初的设定是男神 你觉得他身上让人无法抗击的特质是什么呢 干嘛 我看你我的问题啊 人初她在外人面前 她是一个比较难接近的高冷学霸 她是一个很明显的外冷内热的人 尤其是对卢婉婉的时候是很暖的 想尽一切办法去对她好 帮她克服心理障碍 帮她追汪玉扬的时候吧 想出了那些点 然后从刚开始真的是想去帮助她 然后慢慢的 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她 不想让她去完成这个世界 我觉得 从客观角度来看是很可爱的一个点 一个男生很可爱的点 你不是从一开始就喜欢我吗 不是一开始就喜欢我吗 你为什么要太喜欢我 我觉得我跟人初身上反差的点其实挺多的 人初是个比较安静的人 但是我又是一个比较闹腾的人 而且人初的笑可能就是帅哥的微笑 我的笑就是比较张扬的笑 人初的整个性格是收着的 你觉得卢丸瓦和黄橙子谁在感情里更加幸运一些 应该是黄橙子吧 可能你不认识黄橙子是谁 我知道我追过田老师的剧 田老师剧我都看过都特别好看 签名签名给这 我已经有了 签名给了 幸运的话应该是黄橙子吧 因为就是和她在一起的人 是她从小到大一直在一起的人 然后一直保护她 一直爱她的一个男孩 我不够优秀了 这个 修罗场 竟然抛出这种问题 这一次拍戏前有练习过游泳吗 拍戏前有专业上过游泳课 暑假班 给镜头前的观众们展现一下你的练习成果吧 有啊 到时候上爱戏看爱戏到明年 明年差不多就可以看见了 等你哦 会啊 会啊 主要是 28块附近 最终晚晚和人初对彼此心动的瞬间 分别是什么呢 人初的第一次心动瞬间 应该是在罗澳家水果店的门口吧 那天外面下着雪景 然后打着黄黄的光 觉得很唯美 然后自动升格 我提出反播一点了 没有啊 你对我心动是第一集见到我就心动了 是啊 那这样说的话第一次心动其实是在他 他刚进大学他过来办烘焙社 还不是他说的那么后面 对我说的是我演的时候感觉第一次 这是你心动 人初的心动 魔学 魔学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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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场面我就觉得是 是我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场面 那个时候下雪拍的很 很漂亮 他的心动应该是慢慢的 他发现的瞬间是有一次他来罗澳澳家里 然后做客就是检查他的那个心跳的时候是吧 然后我们两个的手就碰到了 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心跳跳得特别快 然后那时候就发现我心动了 在海洋馆拍摄的戏份有没有发生浪漫有趣的事情呢 海洋馆拍摄太快乐了 因为海洋馆是在游乐场里面 中午放饭的时候 我们演员就都没有示范 全部跑去坐火山车 坐了四遍好像是四遍 坐到后面已经没有感觉了 我还是想坐的 挑战游乐园里比较刺激的项目 你们俩谁比较厉害一些 这一遍 我 就第一趟 就是啊好刺激 第二趟就没感觉了 第三趟就更很无聊热热睡着 然后但是我旁边的王兴岳老师叫的非常的厉害 然后在我为了不让他尴尬 谢谢你 好害怕 确实是游人恐怖的 他那过程车他会倒过来 所以说 感觉太小了 弟弟 弟弟 晚晚和人初最终走到一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很真诚的 对待彼此吧 时间 时间 就是时间 熬你 对 不是问题 反正在他这里就是 罗罗肯定会爱上他的 对在人初的世界里就 这只是一道题目 我只需要去解开他 找到解题步走 然后理性思路去解题 就能够追到路 吧 其中让你们感到最幸福之意的情节设定是什么呀 过年的时候吧 因为他 他的家庭 他的妈妈 爸爸就是 不经常在家 但是我们家也是特别幸福的一个家庭 只是教育方式不同而已 在晚晚这里就认为 过年是 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仪式 所以 就把任初请过来了 因为他 当时一个人在学校 就是过年我会觉得他很可怜 然后 给发红包啊什么的 嗯 对还是第一次知道有红包这个东西 没想到吧 对剧中的自己和对方分别说一句小说的话吧 想对卢婉婉说一句 可以 大胆一些 不要害怕 周围任何人的眼光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无论是成为 甜品师 还是成为一个 好的医生 然后想对任初说一句 谢谢你陪卢婉 长大 想对任初说的话 挺好的 接着这样吧 想对卢婉婉说的是 快快长大 做自己 如何每周三准时 盖客神剧量的最新节目呢 打开爱奇APP搜索 神剧量的官方一键订阅 或扫人尔维码 关注爱奇艺电视剧 微博微信公众号 掌握最新剧透 追剧不再雷拜